台湾特色美食甜点 像是豆花蛋糕 进军日本引发了不少话题 现在的日本只要挂上台湾两个字 大概都能获得基本话题性 尤其是甜点 台湾的传统 東京豆花工房 日本人吃惯了杏仁豆腐 但豆花可不常碰 因此让这间豆花专卖店 一开幕就立刻吸引人潮 滑嫩的豆花淋上用红糖与黑糖熬成的糖水 单吃原味最能尝到豆香 不过吃豆花怎么能没有配料呢 店家也很大方地准备了八种料 只要在家大约50块台币 八种全家也没问题 而说到台湾代表甜品 当然不能忘记手摇饮料 在台湾相当有名的饮料店 带着镇店之宝水果茶 进军日本 更让日本媒体进到厨房 强调产品绝对新鲜现作 除了做法 口味 忠实呈现台湾风 店家把少冰拌糖 那套独特的台湾点餐系统也带了过去 让日本人也能品尝到底感 而最后这样甜点台湾人一定也很熟悉 这个是咖啡蛋糕吗 这么大咖啡蛋糕 没见过 台湾尝尽的古早味蛋糕也在日本开店了 巨大提醒让日本人看傻眼 而这充满台味的蜂蜜蛋糕 除了出炉现吃很美味 店家特别推荐冰一天 蛋糕吃起来会更扎实 品尝到不同的口感 也成了日本新的人气伴手礼 T恤新闻众报道 而纽约有一家火锅店 把肉片铺在芭比娃娃身上 看起来就像是芭比穿着肉片做成的晚礼服 火锅异端上桌 民众立刻拿起手机先拍照 我们有很多预计 我必须去买更加芭比 这年头食物好吃还不够 还得够吸睛才行 一层又一层的肉片 成了芭比身上的红色晚礼服 这个芭比火锅进来在纽约爆红 顾客一进门就指定要吃它 我们在祝福日节目 让我们在餐厅里印象 让我们在餐厅里印象 在餐厅里面 在餐厅里面 芭比在芭比上很流行 所以我们有请客人 保持在餐厅里面 所以现在你可以买到每天的 原来是为了促销情人节 店家想到的新行销手法 没有想到却意外成为 店里的货招牌 我们其实做每个芭比的髮型 不同的 每个髮型都会製造的 餐桌成了芭比在宴会上的 华丽舞池 店家还推出南版芭比 不只造型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汤头也别书心裁 将一整颗大冬瓜挖空当成锅子 在淋上熬煮好几个小时的鸡汤 配上蔬菜迅菇 清甜口感大获好评 我其实想做一些不同的 然后我回到广州 我看到冬天的芭比 会更健康 所以我试图在美国的想法 来自中国大陆的老板 将传统养生锅 结合西式芭比招型 东西合并的新口感 让想尝鲜的民众 弱意不绝 不过也有人担心 肉片放在芭比上头 不但会有外生疑虑 吃起来也好害羞 但是这样的噱头 的确立刻引起话题 但店家想要永续经营 光靠外表吸睛 可行不通 还得拿出真材实料才行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人在夏日夜晚 喜欢到汉江乘凉 或是去献骑举行的鬼怪夜市去逛逛 搭配着音乐声 老板站在货车上大火快炒 南韩首尔每到夏日的周末 会在汉江等闹区举办鬼怪夜市 夜市内贩卖着各国小吃 从炒鲜虾小笼包样样有 不只摊拌美食多样化 一边吃还能一边欣赏汉江美景 每到周末总是涌进大票人潮 不过民众不仅没有等到生气 还有人远道而来 这个鬼怪夜市其实四年前才成立 除了为首尔增加了观光景点 也提供了青年就业机会 鬼怪夜市竞争激烈 创业青年也花招百出 为了凸显摊特色 除了讲究小吃的美味 还有老板玩起便装 穿着特警服上工 鬼怪夜市吸引许多观光客朝圣 有人在逛夜市之余 还会在汉江旁的草地 搭起帐篷体验露营乐趣 因为汉江公园的便利商店 有提供煮泡面的机器 不少人特定来尝鲜 另外也有不少人选择叫外送 因为担心公园太大 外送人员不知道送去哪 还设立了外送专区 外送专区内贴满广告纸 从炸鸡到披萨都一应俱全 也让人见识到南韩人对外送文化的热爱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加州迪士尼乐园的皮克斯主题游乐区 经过半年改造之后正式开幕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超人特工队云霄飞车 热闹的乐团演奏 让粉丝游客的情绪嗨到最高点 大家期待已久的皮克斯码头终于开幕 迪士尼花了半年时间大改造 宣布6月23号起 将原本的天堂码头改名为皮克斯码头 正式对外开放 重新开幕的皮克斯码头里 总共有四个区域 而当中最刺激 也是游客最期待的 就是迪士尼度假区游时以来 速度最快最长的超人特工队云霄飞车 没错 玩超人特工队云霄飞车 重点就是千万不要闭眼睛 否则你会错过隧道里的精心安排 至于餐点部分也很用心 皮克斯作品里出现的食物 只有在皮克斯码头才吃得到 另外9月还会有烟火秀 要让粉丝完全沉浸在皮克斯的世界里 几月新闻众报道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